指著自家牆壁裂痕形容 裂道會透光 在高雄橋頭住了三十年的屋主 控訴自家房屋牆面和地板不滿裂痕 全因為隔壁建案啟動 把水壺放在地上 直接往建案的方向滾動 屋主認為連地面也受到鑑案的影響 氣到在自家屋外拉起紅布條 槓上隔壁建商 控訴無良建商 毀壞臨房 危險請勿靠近 另一面寫著歡迎土木 既善新人士入內參觀 不令給予指教該如何修復 遭控訴建商正在蓋透天錯工程 還在進行 面對屋主掛布條抗議 建設公司的代表這麼說 土木的鑑定報告 還有金額都出來以後 建管單位已經有開過兩次協議 那因為對方一直沒有提出來 他們希望的求償金額 所以就都沒有達成協議 雙方看污損程度認知不同 對和解還沒共識 屋主已經對建商提告 捐議交給司法解決 3D新聞南部綜合報導